哈囉,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向各位介紹二水的景點 現在看到的是二水市區 我們準備前往第一個景點,二八水水公園 二八水水公園位於二水車站旁 公園在107年2月28日正式啟用 是彰化縣政府透過二水車站周邊景觀工程 目的為活化二水車站及老街周邊地區和景點 現在看到的兩台蒸汽火車頭 右邊為台灣縱貫鐵路第一輛快速旅客列車 日至CT278 另一邊為台唐嘉義汽頭糖廠贈送的 比利時至台唐345小火車頭 結束這個景點後 我們租了腳踏車要前往下一個地方前進 往下一個目的地時中間休息了一下 這時導覽老師向我們介紹對面的八卦山脈和在旁邊的相思樹 Spike arak中間聖靬 張 Maco 說 нек建議 揣述 揣述 崖艦靜 揣述 馬上來到下一個點,八寶鎮公園 八寶鎮最早建於1709年,並於10年後的1719年完工 此外,八寶鎮還是台灣最早開鎮的水鎮 開鎮水鎮的費用是由獅獅榜等人籌款而成 因此水鎮有名獅錯鎮 經過了川崎的水鎮,我們看到了在水鎮旁的林先生廟 也跟著導覽老師走進去一起參拜,了解了廟的歷史及緣由 傳說中林先生是當初獅獅榜開鎮水鎮時指引建造的一大工程 因此為了感謝林先生的幫忙而建廟祭祀祀 今天吃飯的地方臨近八寶鎮農情館 因此我們在吃飽飯後跟著導覽老師到那邊走走 八寶鎮農情館為彰化縣二水鎮農會所經營 於2016年4月開幕 農情館位於152縣道的原籍路上 東接南投民間鄉西連田中鎮 南跨雲林縣林內鄉 而這邊離二水車站只有幾分鐘的路程 當走出火車站後 不管是要步行還是騎腳踏車抵達都十分方便 現在我們抵達了二水老街 走在老街中我們來到了在百年老房子裡 經營快半世紀的老米行 張農米娘 張農米娘的名字有著彰顯農業之美的含義 經過了老街 我們來到了前副總統謝東銘先生的故居 現在這邊在民國61年 捐給了石建大學 成立石建大學複設二水農村家鎮推廣中心 謝東銘故居為山河院設計 裡面還有擺放著原來放置的老家具 也因為這樣子讓山河院更有了古厝的韻味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來到了今天的最後一個點 董作實驗藝術館 董作實驗藝術館於1992年建成 前身為生平實驗工藝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呢 雖然藝術館是到1992年才建成讓人參觀的 但其實裡面擺放的宴臺有的已經超過七八十歲了 建造藝術館的原因是 因為董作先生的爸爸 董仁生先生將做實驗的記憶傳承給了董作先生後 董作先生對燕台藝術的熱愛 讓他積極地想把藝術及文化推廣出去 才造就了董作實驗藝術館的誕生 結束董作實驗藝術館後 回程的沿路 導覽老師向我們介紹了 二水的農作物和農產品 首先是要來介紹今天人手一個的巴勒 二水巴勒享有 佐水溪、八卦山、好山好水的優勢 因此生產出品質極佳、好吃的巴勒 第二樣要介紹的是 本地最快製人口的蔬菜類 茄子 茄子又名紅皮菜 顏色孫子豔利 博得腌枝茄的美車 聽完導覽老師今天辛苦的帶領講解下 讓我們對餓水的認識又多了更多了 時間過得很快 到了要退租腳踏車的時間了 我們即將離開這個令我收穫滿滿的二水小鎮 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再來這個充滿懷舊風情的一百水 謝謝大家的觀想及聆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觀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